大家好,我是小儿物理教师王丽珍 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个影片 全身振动治疗 Whole Body Vibration 对于脑性麻痹患者儿童的疗效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全身振动治疗 Whole Body Vibration 一开始主要是针对的是骨质疏松的病患 然而我们进一步可以发现 对于肌肉的训练与控制 甚至平衡的训练都有很大的疗效 所以近几年学者与治疗师 把注入力放在永久性的运动性障碍的脑性麻痹儿童身上 希望自由肌肉的训练与控制 甚至是平衡的在训练 让儿童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动作控制能力 进而发挥最大的自我能照顾能力 所以今天的影片是一位脑性麻痹患者 讲硬性的失职痕患的儿童 那大家也可以了解 现在的物理治疗可以帮助到小孩的附件是怎么样的情况 第一个示范的动作是4.04的姿势 这个姿势是治疗师常常会摆放的治疗动作之一 可以用来医治筋卵 训练上下肢 头部与背部的肌肉 甚至是训练孩童爬心前的准备动作 我们可以发现在未使用全身震动治疗前 孩童是无法自己做到这个动作的 他需要一位治疗师帮忙支撑他的上肢 和一位治疗师帮忙支撑头部与拍打 刺激他的上背 那他仍然无法做到这个姿势 当全身震动治疗开始之后 可以发现治疗师们慢慢减少对孩童的协助 让孩童可以慢慢自主地做出动作 治疗师们只需要适时地给予刺激与指导 孩童的上肢与背部出力 甚至是膝盖需要有沉重的感觉 孩童就可以维持在这个姿势 一到两分钟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全身震动可以刺激关节的感觉 就是我们所称的本体感觉 当孩童有更明确的感觉输入 就可以使孩童有更好的动作表现 当然治疗师必须适时地指导 孩童正确的动作 让孩童可以了解如何控制动作 当孩童可以自主地做出动作 不需要依靠任何护具与人的帮忙 这不只是激励训练而已 还可以有更多的动作回馈 刺激孩童可以学习动作的控制 进一步刺激大脑 使大脑的细胞可以更活跃 让孩童的大脑可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使孩童有更多的认知 语言表情 自理能力 精细与粗大的动作 能力可以诱发出来 接下来的第二个示范的动作是伏站 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能性动作 不只是下肢的激励训练 也是让下肢有维持良好的肌肉罗软度 髋关节的正常发展 甚至是避免下肢的骨同疏松问题产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是有使用全身振动治疗的 孩童可以慢慢的自主的用手扶站 治疗师只是需要试试的去知道 儿童如何站好 而右边是没有使用全身振动的视频 孩童需要很多的帮忙 也无法自行站立 此时大多的治疗师们都会选择护目绑着双腿 甚至是放弃这个动作的训练 这边或许有些人会非常的疑惑 孩童的头部都抬不好 甚至做也不行 为什么要练习站立的训练 甚至更难动作的训练 那以下可以归纳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记忆力的训练 不同的知识摆位会有不同的肌肉使用 毕竟孩童是无法自行做出动作 为了避免孩童的肌肉萎缩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知识摆位 来刺激不一样的肌肉使用 第二个原因 因为不同的知识 手、脚、身体的感觉与动作的反射 在大脑的区块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采取不一样的知识位置的训练 可以刺激不同的大脑的位置 第三个原因 不要划低止线 诊断与评估可以让我们了解 孩童的疾病与等级如何影响他们的发展 不代表没有发展到的里程碑 就不需要去做训练 对于这个孩童来说 因为下指生殖张力的关系 站反而比做更容易训练 但当孩子借由站去思考如何控做动作时 也因为学习的动作的控制 使得身殖张力的降低 反而有利于学习做的动作的控制 欢迎一支更多详情的可以来电 恰询以及上我们的网站 看更多的资料哦 再看更多的资料